大公報 南沙速航運前海托金融環蓋局旅遊月自貿區滿3月萬企會 2015年7月22日要問A06廣東自貿區於21日掛牌滿3個月 廣東省政府當日舉行發布會介紹建築進展時稱 自貿區掛牌至今,整個自貿試驗區新設立企業1.1萬多家 以給人464家愛企搶灘進駐、愛企利用合同外資金融達到380億元港幣49.07億美元 此外,廣東自貿區三片區南沙新區、前海社口和橫琴新區 分別在國際航運物流、金融業和大旅遊業上逐步顯現高端產業集聚態勢 《大公報》記者盧靜儀廣州報導廣東省自貿辦主任鄭建榮介紹 2015年1至6月,廣東自貿試驗區累計新設立企業1.9萬多家 外企為858家 4月21日掛牌至6月底這兩個多月時間 整個自貿試驗區新設立企業1.1萬多家 包括內資企業1.06萬家 註冊資本總額4062.31億元 外商投資企業464家 合同外資金額49.07億美元 外企搶灘領先護津津問廣東自貿區新比安的外資企業數 在全國四個自貿區 中位居前列 鄭建榮表示 至5月全國四大自貿區公用負面清單出台後 兩個多月來廣東自貿區就有411家外企通過備案制投資註冊 換言之,有接近九成新增外企通過備案制到自貿區投資 他還稱,企業投資項目備案文件自動獲取制已經啟動 將進一步促進投資貿易便利化 鄭建榮還透露,除現有金融創新措施外 廣東自貿區仍有支持金融改革創新措施證等待批覆 他指,人民銀行廣州分行已經牽頭已定了 關於金融支持中國廣東自貿試驗區的意見 目前已報給人民銀行總行,正在案情罪報批准 據了解,廣東自貿區成立以來,已陸續出台12條創新措施 其中多個措施與金融創新相關 包括從前海推行到南沙和橫琴的跨境人民幣貸款試點 外債宏觀審診管理試點、資產證券化先行試驗等 情高端產業集聚太細此外,廣東自貿區三個片區 也逐步顯現高端產業集聚太細 廣東省自貿區辦當日最新透露,在以國際航運 物流和貿易為主打的南沙新區片區 已在南沙港三期建成投產3.15萬噸級集裝商駁位 年吞吐能力可增加570萬標上 南沙片區為加強與港澳通關合作 還推動實施中國超級幹線項目 鄭健榮說,該項目為企業提供往來香港國際機場和南沙的控陸多食聯運服務 進口貨物從香港機場發出,經過深圳口岸,僅需3小時即可抵達南沙港區 以金融業為代表產業的前海舍口片區 上半年入主金融企業新增7389家 註冊資本在10億元人民幣以上的企業達275家 其中,金融企業前海金控更成功赴港發行人民幣債券10億元 截止到6月底,前海跨境泰備案金額超過1000億元人民幣 實際提款金額近300億元人民幣 以集中發展大旅遊、大雙謀的橫琴新推遍區 也開展了港澳遊艇至介遊試點 鄭健榮稱,橫琴也在長龍國際海洋度假區二期項目 國家食品安全、橫琴、創新工程、星光中國生物聯網工程等重大項目 也在順利推進中 今年前五月,橫琴新增如2000家企業 超過去年全年新增企業總和 三大片區產業集聚南沙片區一集中發展國際航運 物流和貿易二在南沙港三期間 盛頭產3.15萬噸級集裝商 國衛三中國超級幹線項目為企業提供往來 香港機場和南沙的控六多食聯運服務前海社 港澳遊艇至介遊試點 今年前五月新增如2000家企業自貿區涉港優惠政策解讀 1. 支持港澳遊艇便籍進出解讀 越在雲琴開展的港澳遊艇至介遊試點 重點將在遊艇及物品進出境監管 定點查驗、轉港移搏 分類擔保和設立遊艇補碎倉等多方聯動 讓港澳籍遊艇進出更方便 2. 支持越港澳創新多食聯運監管體系解讀 海關總署通過跨境一所 分段監管 一次轉運申報 兌換裝地不改變施封政態直接放行 實現香港海關多模式聯運轉運貨物便利計劃 與內地海關跨境快速通關系統對接 目前已試點 下一步擴大應用範圍 3. 取消外商投資廣告企業項目審批解讀 取消對外商廣告投資企業項目審批上屬全國首次 在廣東自貿區內 對包括香港、澳門在內的外國投資者 進入廣告行業徹底鬆磅 4. 港澳資本可獨資進行船舶代理業務解讀 國際船舶代理業務放寬外資股比限制達51% 港澳資本可獨資 但只能為廣東省至香港航線船舶 經營人提供船舶代理服務 記者 盧正宜 是 清水 hate 駿 盧 絕 ações 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